今天要跟大家聊個天好了齁 這個5月15號到現在已經五十幾天了嘛 12號下禮拜一有機會微解封吧 不知道大家心裡想法是什麼啦齁 微解封你知道是怎樣嗎 這個餐廳呢可能有條件的開放內用啦 就是你要隔板啊 當然要實名嘛 然後要有一個距離嘛齁 那如果12號真的微解封呢 我們店虎記啊是不會開的 為什麼不會開呢 第一點是我們的場地真的太小 我真的沒有辦法做隔板 再來是目前疫苗的普及率也不高 再加上我們的第一線人員 霸台手他們也沒有打到疫苗嘛 他們不知道要排到何年何月 我覺得風險是大的 然後再者是我不合規定嘛 所以我們會再觀望一陣子 我不知道我們觀眾朋友裡面 有沒有是開店的啦 我不知道大家現在的想法是什麼 你知道中正古廳區這一代嘛 我想不好忘了你知道嗎 我是很多家店的VIP啦 很多店其實呢 他們在可能5月份 第一週第二週就收掉了 已經收掉了 我們就不擔心了 我們應該是第一週的直播裡面就有聊到嘛 如果你的銷售的賣點是空間環境的 你主要主力的不是在做產品的 真的不要撐 因為沒有機會 我記得啦齁 15號16號剛發布的那一天啊 我們一整天 馬路上是沒有半個人的 我相信在這50幾天裡面 消費者大家已經 漸漸的改變他們的消費習慣了 我比較擔心的是 還在撐著店家 他很天真的認為說 只要開放了 微解封了 就可以回到原本那樣 其實已經沒有原本那樣了 你知道現在的情況 可能就是正常的情況 只能期待未來會更好啦 就疫苗普及率高了 但是生意會不會回到原本那樣呢 實體店面 我自己的觀察啊 不可能 比較難 所以我覺得 還在撐著 還在撐著 你自己要聰明一點 12號之後等於是一個新的階段嘛 那你是不是應該要有一些新的做法 可能要更強化一點 在產品上面的力道 去告訴你的消費者 你現在有在做產品 不是只有在店裡喝一杯 就以咖啡店來講嘛 即便是一些餐廳啊 小吃店 他們其實現在 除了便當以外 很多已經開始開發 冷凍的食品了嘛 你在這時候 一定要腦袋動的比別人快 你才會有機會啊 以前我們當兵不是有講嗎 說 那個好單位也有腮虧 對不對 爛單位也有爽缺 有沒有 等一下講一下我當兵的故事好了 這個我覺得要感謝 我當兵時候那種磨練你知道嗎 我那個年代啦 我要當兩年的 不像現在那幾個月的你知道 兩年 我新訓中心就在成功嶺 我大概進去兩個禮拜 我們那個新兵的班長 跑來跟我講 叫我留在成功嶺 當士官 當班長就對了啦 我就不要啊 我為什麼要當班長 對不對 我不想管人 我就想好好當個兵 能混就混嘛 感覺當班長的責任比較大 不當班長 而且我不喜歡管人啊 不要 不當 不願意 然後就是 故意體能做很差這樣子 做不好 然後不願意嘛 不願意就是去抽籤 對不對 因為你沒有被留下來嘛 沒被留下來就要去抽籤 嘿一抽 金馬獎 靠我跟那個班長確認一百次 你知道嗎 這個這個是金門嗎 這個這個是金門嗎 對 然後又去金門嘛 去金門喔 然後 然後那時候呢 我就在那個船上 有那個老兵嘛 我問他說 ㄟ 啊我們這樣 我去金門就要下部隊了 對不對 下部隊我要 我要選什麼兵啊 選什麼兵種啊 他說 ㄟ 你腦袋想一想嘛 那個步兵打手槍的 炮兵打炮的 啊戰車呢 開車打炮的 你想一想嘛 那我要開車打炮的啊 然後那時候他們就在選兵嘛 誒 機械系的舉手 我也舉手 誒 誒 車連的機會大 選到 誒選到戰車連 哇 超開心 你知道嗎 打手槍打炮 開車打炮 你選哪一個 當然是開車打炮 誒進去 一進去呢 哇 靠腰 獨立連啦 獨立連你知道有什麼概念嗎 就是 一般 我們在新兵中心是 各個連隊啊 打在一個營區對不對 那獨立連不是哦 獨立連就是山洞穿出去 一個區域 然後那個區域呢 就只有你這個連隊了 旁邊沒有人 被丟到一個很陌生的地方 然後那時候學長的學弟 自由很重 就每天沒有辦法好好睡覺的 菜鳥呢 是衛兵早上 會提早半個小時幫他提起來 這樣去打掃 倒尿桶之類的 我們住在山洞裡面嘛 山洞 大家不是上廁所嗎 要去車院啦 反正就是腮葵啦 就是我 哦!選到一個 超級 超級偏僻 然後學長學弟 是超重的地方 我覺得那時候 我心裡只有一個願望 就是活下去就好 你知道嗎 然後呢 一個禮拜以後 糟糕 臉上我來看一下新兵喔 哦!體格不錯 送我幹訓班 我又不想當 又被送到幹訓班了 我就知道 好!那就去嘛 有時候事情遇到 你就面對嘛 反正你也逃不了嘛 對不對 那就去 去而回來呢 我們剛剛講什麼 爛單位 也有爽缺對不對 什麼是爽缺呢 就是 原本你以為 開車打炮很爽對不對 根本沒有 拜託 你想想看啦 所有的設備器材裡面 就是戰車最重啊 有沒有 一顆齒輪 一個人搬不動的呢 誒!最累! 然後又有 哦!機械黑黑的 每一手黑黑的 然後拿眉油洗 然後洗不掉那種 爽缺在哪裡 一定有啊 對不對 一個連隊一百多個 一定有爽缺啊 所以我們就觀察嘛 我們就看啊 誒!哪一個是最開心的 職位 因為我那時候 社務團幹訓 不是掛班長嗎 掛班長 然後我們就可以 當這個士官嘛 士官就可以接文書職嘛 就可以兼任文書啦 誒!會不會講太長? 哦!好好好 然後呢 誒!我被參三看上了 到我一年的那個學長看上 因為他要退伍了嘛 誒!你好像美術不錯哦 來當參三 誒!你知道參三要做什麼嗎? 參三是做那個叫案的 然後賓哥上課有沒有 畫一張海報 然後你要把今天課程是什麼 全部寫上去 我...我根本不願意做這個事啊 很累耶 你知道嗎?從早到晚 當然已經是比搬齒輪洗戰車 有沒有!好太多 但我不行啊!對不對! 你知道每天他們要上多少課嗎? 你一天有24小時而已 你要準備明天一整天的課的所有叫案 你要把它騰上去 哪有辦法?我不要啊! 然後呢!這時候呢 有一個比我晚一個禮拜進來的 他每天來看我在幹嘛 露出一副很想要做的樣子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說 誒!你喜歡做纏衫是不是? 我幫你跟我師父講 然後我就跟我師父講 誒!那個傢伙他想做纏衫 然後我師父跟我說 誒!可是我看得上的是你啊 我說!師父! 如果你覺得我這個人真的不錯 你應該讓我站爽缺吧!對不對! 那你覺得爽缺是什麼? 我說!行政不錯!算錢的! 行政算餐醫業務啦 本來餐醫餐個三人餐四嘛 餐四是經理嘛 我就說!喔!你要當行政! 我說!對!如果你真的那麼欣賞我的話 你應該讓我去當行政啊! 你不覺得你這兩年過得很苦嗎? 他說!嗯!有一點! 那我們就讓那個白癡來接吧! 這樣!我現在就去跟連長講 誒!真的就把這個想要做纏衫的這個傢伙 跟纏衫的師父 跟行政 老的行政 然後跟我一起跑到連長室 然後大家手贏呀!你知道嗎? 我說!欸!兩個班長同事看上我耶! 我覺得他對做纏衫比較有熱情 我對管錢比較有熱情耶! 我一定可以做得很好這樣! 就是!可以讓我試試看嗎?這樣! 結果我們連長答應了! 你知道行政最爽的是什麼? 爛單位!這麼爛的單位的爽缺! 為什麼是爽缺呢? 雖然管錢是一個很要計算的 很要不能出錯的事情 但是呢! 行政呢!早上可以跟財買出去 因為我們是獨立連隊你知道嗎? 買菜是火防兵 我們要跟著他去菜市場 然後付錢! 給菜商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每天在外面 不打琴不打懶嘛! 專打不長眼對不對? 那你要...人家都已經放你出去了 那你要怎麼做呢? 我出去...欸! 你覺得我們得到爽缺了對不對? 齁!我跟你講! 我出去付錢的時候 欸!發現我那學長... 外面欠了不少! 外面欠了不少! 那怎麼辦? 而且我們連長也知道 也不是他故意欠啦! 也不是他貪污啦!不是! 是說... 比如說營隊上有一些費用需求嘛 去買啊! 買了然後如果經費不夠 就用奢的啊! 欸!奢奢奢奢奢奢! 這樣都在我身上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想辦法挪啊! 挪挪挪挪挪! 當我退伍的時候 我們連隊是沒有欠錢的 沒有欠外面的錢的 日子就過得比其他人好嘛 為什麼比其他人好你知道嗎? 當兵這種團體生活 你要怎樣過得比別人好 最好的表現就是 你有你自己的小房間啊 因為我要照顧我的錢啊 全連的錢 所以我就只有... 我有我自己的小房間 那整個連隊呢 只有三個人有自己的小房間 一個是連長 一個是輔導長 一個是我 這樣 所以我就有自己的床位囉 所以喔 欸!講那麼多 退伍的時候呢 我是跟全金門的妹妹 造了兩本相本 我不敢給童貴的看 那就退伍啦 就是說 帳也結清了 對不對 玩也玩到了 然後呢 退伍的時候 臉長哭了 因為我做... 他太喜歡我們 太喜歡我這個行政了 因為下一個不知道我們那麼好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做事就是要花一點腦筋 就是說如果在很爛很爛的環境裡面 你要看你到底手上有多少資源嘛 對不對 就是你看 像當兵 欸! 我根本沒有任何資源啊 那你就... 可能就那天立正站得比較好 對不對 看起來特別挺 就送幹訓人 就是一個契機 你要抓到嘛 而且呢 我退伍之後 我自己開公司 我就知道怎麼去管帳了 我得到非常好的收穫 再怎麼樣糟糕的環境 你看像當兵那種 我只剩下一副軀體了 對不對 我們都可以爭取到 很...最棒的那個位置嘛 我相信大家也可以 但是 就是要花頭腦 然後要看機會 對不對 每個機會等下要看好 有時候該讓該退 我們要退 有些該捨棄 我們要捨棄嘛 對不對 你如果說那時候 已經下部隊了 這個已經被選要去送幹訓 然後你還偏不要 就... 就擺墨了對不對 所以要看好時機 我要做該做的事情嘛 扯那麼多 主要是說 我知道現在很多人 很多店家還在撐 會讓我擔心的點是說 我沒有看到 大家是有一個 準備進入一個新環節的樣子 如果說還在期待說 嗯... 我退伍以後 我就可以回到正常生活了 那就完蛋了 你知道嗎 因為你入當兵 就是一定會發生病變嘛 然後你一定會變醜嘛 你會剃光頭嘛 然後你可能沒有辦法放假嘛 對不對 環境已經是這樣 那你要在這環境裡面 怎麼樣創造你自己的價值 對不對 所以 你要說 哎 現在這個大環境 感覺很... 因為疫情影響 整個經濟很糟糕 其實 還是我們自己做咖啡的人 還是有 我們的優勢啊 對不對 比如說 做咖啡很好嘛 就是你可以做服務 也可以做產品 疫情影響 不能做服務了 那我們可以做好產品啊 做好產品烘豆子啊 對不對 或是有些人做耳掛啊 有些人做他們店家特色商品啊 我看有做 那個... 冰塊的 濃縮的冰塊的 咖啡冰塊的 還有 做濃縮液 罐裝的 各種 我覺得不管你做 怎樣的商品 都是應該要開始 尤其是在這時候 把這個優勢發揮出來嘛 而且每一家做出來的味道 都會不一樣嘛 都是獨特的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 我們自己做咖啡的優勢嘛 我們要盡量把它放大嘛 對不對 那放大到 所有人都看得到啊 就像說 我們那時候跟那個 帶著兩個學長 一起去找聯長 讓聯長看到 我管錢的才能嘛 我才有機會 站到好位置 那你現在如果是店家 那你應該表現出 比如說我紅豆的特色是什麼 做出來啊 讓大家看到啊 不要再客氣了 假設說你的特色 就是煙燻味超重 也OK 你可以找到你的客群 即便也許 嗯... 普羅大眾來看 是有點瑕疵 但是如果它成為特色 也OK的 我說實在的 就是味道沒有絕對 喜歡或不喜歡 通常大家會覺得說 欸你賣單品咖啡店 應該是要做淺焙比較多嘛 對不對 但你知道嗎 我們發現 這市場是很大的耶 買深焙的 欸不會比淺焙的少 而且它們的忠誠度 欸更高 我們上禮拜不是有直播嗎 我說不要去做串聯 不是做串聯不好 而是說 好多店家十幾個 在一起做一個活動 然後你掛名字在上面 你認為有曝光 實質上沒有 呃... 舉個例子給你聽 好 就是說 譬如說 阿飛 如果今天出來開咖啡店 你心裡的認定 他就是小霸王的徒弟啊 對不對 他永遠是小霸王的徒弟 那你今天 你是一個開店的老闆 你真的應該讓你自己 永遠成為某家店的阿弟仔嗎 不應該 你應該要讓自己跳出來 不是說串聯一無四處 而是 如果你的串聯 通常的狀態會變成是 帶頭的那個 它的曝光率最大 因為它會吸到 你經營的客人 對不對 而 你有沒有辦法吸收到 它的客人呢 比較難 而且你的定位會怪怪的 其實我覺得這是要思考 合作啊 聯名啊 我覺得都很好 但是你如果 如果一旦名單已經超過十個 一大串的時候 我就沒那麼建議了 說實在 我寧願 比如說一個店家 兩個店家 三個店家最多 一起去做一件事情 告訴消費者 我們三個的專長是什麼 這我就覺得很棒 但是如果是一大串 某個人當代表 不對 而且我覺得你有偷懶的嫌疑 因為你不願意為自己的名聲 往前衝 而要交給其他人 這是完全錯的 不對的 只有魯蛇 才會聚在一起 互相取暖 好不好 高手 早就已經飛得不見了 而且 不一定讓你跟的 知道嗎 12號之後呢 我希望有一番新的氣象 然後大家會越來越好 然後提醒一下 也就是說 目前的狀態呢 可能已經是 未來的正常狀態就是這樣 它不會回到5月15日以前 或是回到一九九幾年 或是回到我那個小時候 不可能 不會再有那樣的環境了 所以要認清事實 然後你要 如果願意繼續做 就是一定要做一個轉變 而且這個是你最好的時機啊 私藝店面跟那個 網路店面的互動 其實真的很不一樣 待會來分享一下 我們這個做電商也 三年多四年了 我發現呢 電商跟私藝店面的互動 是完全不一樣的 私藝店面 你可以看到人啊 聽到聲音啊 可是 網路上你就只能文字互動 或是貼圖嘛 對不對 但是呢 我的心得是這樣 我發現是說 我們要做一個核心 核心價值 那你知道虎記的核心價值是什麼嗎 核心價值就是 希望你快樂 所以會變成怎樣呢 就是 跟我們買東西的人 也會很開心 因為他買到的是 不只是豆子嘛 豆子啊 器材啊 這些東西 就是一個媒介而已 真的開心的事情 是發生在交易的過程嘛 就是付錢跟取到貨的這一段 那即便中間有凸槌 還是可以很開心的解決的 我為什麼會選擇 讓你開心 當作我們虎記的核心價值呢 因為這一個 讓你開心的這件事情 是沒有人可以反駁我的 你可以覺得我烘的味道不好 你可以覺得我賣的某樣器材 表現不佳 都可以 但是過程是開心的 對不對 對不對 過程是開心的 自然而然 大家會再回來的 對吧 我啦 我自己啊 必須要讓 我們店裡所有的人 了解這件事情 所以不管碰到什麼問題 在應對客人的時候 就可以很輕鬆了嘛 就可以很自在 或是讓 盡量讓客人感到開心 對不對 有幾個五星級案例 我們來印證一下 哦 很好玩哦 JAX54083 上禮拜買兩杯給岳父岳母喝 他們很喜歡 結果中招 哈哈哈哈 拖我再買一波 這個好好笑 萌萌風味有點紅茶的香甜 好像剛洗完澡的寵物 香香的 哈哈哈哈 然後他用多少水分筆啊 什麼刀盤啊 他覺得很棒 你看 是不是 我覺得以上這兩個 他們其實都買到開心了吧 對不對 連岳父岳母也跟著愉快了起來 我就覺得 那我們在做這件事情 是超棒的對不對 遇到有史以來 出貨最快速店 哇 這拉花拉的很厲害 奔放的豆子 香味是你喜歡 呵呵呵 哦 哇 它很厲害哦 它拉花拉的很棒 很快樂 那你知道 為了要保持快樂 我們要做多少事情嘛 你知道嗎 為什麼有辦法很快的出貨 因為有專門有人在那邊做 只有一個嗎 不只啦 兩個三個 所以大家可以很快的拿到貨 不是因為我的動作有多快 而是我們團隊的人力要夠 分工要明確 才有機會做到 很快讓大家拿到東西 我自己常常在網路上買東西啦 我也知道說 哦 那種等兩天三天 一個禮拜 會體驗不好 所以我們都是要盡快的 而且我們很早就跟物流公司 有打合約 而且不只一家 所以 不管是海內外 都會用最快的速度到達 盡我們可能的 讓消費者感到快樂嘛 居家工作喝豆子超快 謝謝老闆快速出貨 這邊 Sony88168 最喜歡小霸王了 呵呵呵 哦好下一個 喜歡感謝老闆的巧克力 巧克力新意啦 其實都不貴 可以換換口味啊 诶!試試看我們家新的產品 如果喜歡 那之後我們就有機會做到生意啦 給贈品不能小氣啦 哦配方 初中讓我想起 出社會的目標 有點好笑卻無瑕 這樣覺得 唉怎麼講呢 我覺得啦 我們家的 這個虎記的客人 真的是超級有才的 網路上的互動 有網路上的好處 就是你可以 比如說 欸! 假設像我們 前幾個禮拜不是都直播嗎 直播就可以遇到 好多人一起玩嘛 所以我們這個五十天來 我們其實跟大家 共同做了很多事情耶 買別的都有喝過 贈送十二包 這次買大包的 中招 咖啡樂趣應該是說 有很多可以探索的事情 探索味道 各種不一樣的啊 心胸放寬一點 客人的接受度大的話 那是不是 我們能賣的就廣啊 對不對 試試看 哦!好像賣毒品那樣 喝一點沒關係 哦! 不會怎樣 趁著三級警戒在家裡 跟著家人馬虎記 從頭到尾看一遍 然後看完以後 他阿布跟他說 啊!看那麼多了 不給人家買一包來喝喝看 哈哈哈 就下定了 有沒有! 開心啦!好不好! 好!在這個期間 很爛的環境對不對 怎麼樣找到一個爽缺 那就看你自己本身有什麼 特別的能力嘛對不對 比如說像我的體格特別好 適合當班長 對不對 那你的能力可能是別的 這個自己琢磨 但是我覺得是一個 需要改變的時候 已經沒有再回到正常的時候了 已經要往後走 往後看 要做改變 跟著這個環境去適應它 才會過得快樂 做電商呢 跟實體的運作其實不太一樣 我覺得難度不會低於 開一間實體店面 有時候反而門檻更高 也許現在進來比較晚 但是如果你想好 有你自己的特色 就還是有機會的 而且現階段啊 產品一定要做好 然後你自己核心價值 不要忘記 核心價值 虎記就是希望你開心 去取貨都有一個驕傲的感覺 有沒有! 你們一定比我還更厲害 一定有比我更多idea 可以去做出你的產品啦 我真的希望是 因為這一波的磨練 要變更厲害 另外是一個殘酷的挑戰 產品真的好 質量好的 這個商家 才有機會活下來 吃到之後呢 我們實體店面 應該還是不會開啦 但希望呢 在不久將來 好不好 這個實體店面 還是可以讓大家來 面對面的 玩一玩 好不好 OK 好 今天就聊到這裡 下次見 拜拜